今天做这个台式的咸酥鸡 我用到的是去腹鸡腿肉 如果说像你想要吃鸡胸肉的话 你也可以用鸡胸肉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你的鸡腿肉 你个人不习惯吃带鸡皮的 你可以把鸡皮去掉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最好吃 所以你可以自行调整肉块的部分 但是你在切这个肉的大小块的时候 我建议落差不要太大 因为我们是一锅下去炸 所以如果说你落差很大的话 有时候可能同样时间你得捞起来的时候 有些还没有收透 那这个是给你参考 我们鸡肉切完之后 现在准备来腌鸡肉的部分 我先加了泥酒 然后还有姜汁 就是我把姜磨成泥之后挤成这个汁 然后姜泥的话我就把它滤掉 那再来是这个蒜末 蒜末你可以自己剁碎 你也可以用压泥器都可以 再来是我们的酱油 再来是五香粉 那如果你喜欢白胡椒的味道 你也可以多加一点点白胡椒 这个也没关系 然后把它先用蛋戳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把这个鸡肉块放进去腌 这个鸡肉我建议是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味道就进去了 如果腌得太久 我怕会太咸 因为现在可能有些人都吃得比较清淡 记得一定要抓拌均匀之后 我们在冷藏去腌制 特别介绍一下台湾的这个 咸酥鸡呢 一定要用到地瓜粉去炸 这样子出来的口感才会跟你在路边摊吃到的这种外皮 才会一样 那我今天我是用到这个牌子的 你们也可以选购其他的品牌 那我会先把它放在一个平盘里 然后我们把肉块放进去均匀的表面去裹上这个粉 然后就是你也可以一次比较大量这样直接扑进去 你只要确定说它都有沾上这个粉就好 因为这个粉你如果说裹得比较均匀的话 它出来的口感会比较均匀的这种酥脆 我们把这个粉均匀的都裹完了之后呢 先把它放到旁边 我们同时来热油锅 这个油锅我大概是180度左右 那我们会先来炸这个九层塔的部分 不过我今天因为我没有买到九层塔 我买到这种国外的田螺乐也可以来取代 因为特别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可能不容易买到台湾的九层塔 那它的味道是蛮接近的 那一样就是你这个九层塔 你洗干净之后请你先把它晾干一点 或是用纸巾把它擦干 你水分越多的话油爆会更严重 因为这个一开始下锅你可以看到 它是会油爆的 但是你不用害怕 你就是离远一点之后呢 它这个水分已经爆出来之后 它就你可以看到它就没有什么在油爆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再来你看到大概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准备把它捞起来了 那你要很酥脆你可以再多炸久一点 那其实一般的话呢 我是觉得说看个人口感 你喜欢它炸的稍微干一点 然后做摆盘用 或是你想像在台湾的那种小吃店 你吃到是湿湿的话 那就下锅没有多久就可以捞起来 看你自己的喜好 那我今天我是试算把它炸的稍微干一点点 所以我最后摆盘的时候 就是会感觉它是比较有层次的 而且比较立体的 出锅之后 请你把它放在西油纸上备用 我们现在就来准备炸我们的炸鸡 前两次呢 我是用180度左右的油温去炸 那我这个的炸法是前两次就是各炸一分钟 然后中间会间隔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 让它接触空气 所以我炸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鸡肉块会分次放下去 因为它比较粘 如果你整坨放进去 你要在锅子里把它分成一小块 会非常麻烦 那也不容易熟透 所以呢我会第一次的时候 先把它分不同的地方 这样把它滑进去 不要用丢的比较危险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肉下去之后呢 你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一分钟到了之后呢 你把它捞起来 那我们让它接触空气 大概30秒左右到一分钟之后呢 油温一样还是维持在180度左右的状态的时候 可以回锅炸第二次 第二次下锅的时候呢 你一样可以用大滤网整个放进去 你也可以用夹子夹 都没有关系 因为第二次下去炸 应该是不会黏在一起了 那一样第二次要炸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到了之后再捞起来 再让它接触空气一下 我们再等的时间 同时让大火把它升温 我们第三次回锅炸的时候呢 要让它有190度左右的高温 也是快炸一下 我们就起锅 所以这样炸出来的咸酥鸡 外酥脆 里面又很嫩 不会老掉 所以这个做法 我也是用在我自己的一个唐阳炸鸡的做法 我觉得比外面餐厅的好吃太多 真的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第一次炸的 一分钟到了之后 我们把它弄出锅 然后把它放在旁边的滤网上面 让它接触空气 大概30秒到一分钟 在等待的时间呢 你的油温不能够下降 一样维持180度 把里面的渣渣把它捞干净之后 我们第二次复炸 你可以看到第二次复炸的时候 你不用说要像我这样一个一个夹 然后你也可以整个放进去 因为它已经不会黏在一起了 我那时候忘记了 我旁边有的捞网 所以我就没有一个整个下去这样炸 那一样下去的时候 你尽量让它分布均匀一点 如果说有些地方很空 你可以拨一下 然后让它的受热是均匀的 都一样是下锅之后 即使一分钟左右之后 把它捞出来 然后第三次的炸 我们就要用比较高的温度 透过这个油锅里 你可以看到第二次的复炸呢 这个一分钟也快到了 它的颜色也会有所变化 那我们等到一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呢 你把它捞起来 捞干净之后 第三次炸 请你油温升到190度 然后一口气把所有的鸡肉放进去 我们最后一次炸 可以炸一到两分钟 这个两分钟是指说 有些人就喜欢特别脆 那你可以多炸一分钟 盐酥鸡最后的一个步骤最重要的一个调味粉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就是五香粉跟盐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可以 那你如果说是大量制作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混多一点 然后把它放在真空管 那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把它撒上去 均匀的撒上去 那我今天我是针对我今天的量去用而已 那如果说这个比例上 你觉得对你可能太咸 你可以再调整盐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先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来跟炸好的这个鸡块 我们用一个搅拌盆 然后把它翻拌一下这样子 那我的配方里 我有写到一个辣椒粉 这个是看你个人 你吃辣你就可以加辣椒粉 也会很香 刚刚提到这个大港盆 就是方便你去翻拌你的鸡肉块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鸡肉炸好之后 你拿出锅 大概让它接触空气也是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来去翻拌这个 我们的椒盐粉 五香粉这种话 就味道会特别好 所以你看到我后面 我有加一点点辣椒粉 那像有些人特别喜欢 那个白胡椒的味道都可以 其实这个调味粉 你可以自己去加一下喜好 但是我觉得五香粉 是绝对不能够忽略掉的 它真的是很有特色 然后我们一样把它翻拌的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来装盘 如果你喜欢蒜味 你可以把那种蒜末也是把它拌进去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炸的这个感觉的 玉叶九层塔的部分 是不是跟我们在路面餐吃的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把它炸的稍微再干一点 所以当它完全冷却之后 你会感觉它就是那种 它是脆的 它不是像我们平时吃到那种 湿湿的炒菜的那种口感 那我觉得是真的也比较有立体感 然后颜色也好看 然后这个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如果你是家常摆盘 或是餐厅摆盘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实用的 我们今天台式咸酥鸡的教学就到这 如果有任何操作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您的蜂虫子 我们下方留言 我们下方留言 在吉他跟吉他中人 两个月 我是小胃 我们下方留言 一会儿 吃点就有人 那边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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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